在埃及暴力镇压反政府示威者的行为 引起许多国家的反感之际 埃及陆军参谋长塞西将军表示 镇压行动是基于大众的意愿 我要告诉你们 保护人民意志的荣誉 对我们以及对我个人来说 比统治埃及的荣誉更为重要 当然受害者是埃及人 不过对埃及社会中大部分的人而言 死者的隶属关系似乎才使之有所差异 不只是警察和军人 在对抗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抗议 当抗议者躲进开罗一个清真寺的时候 受欢迎的委员会涌现 民众带头进行反制抗议行动 当时并不是警察或者军队 在攻击清真寺里面的人 而攻击者是一般的民众 因此如果你观看当时的一些视频画面 当里面的人想离开时 有人在外面高声喊叫要打他们 反而是警察和军队在保护 这些离开清真寺的抗议者 对兄弟会和伊斯兰总统穆尔西的不满 在他任期内不断积累 经济困境和被认为具有排斥性的政治 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和军方的介入 而且并不是只有一般老百姓不满 民主活动人士及长期批评军方 在埃及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人 都能接受军方将埃及第一位自由选出的领导人赶下台 人们甚至也能接受那些死亡 尽管他们为此感到遗憾 但也认为这是历史性变革的代价 对一些人来说 唯一的出路就是暂时恢复 成为一个军政府国家 西沙姆卡西姆在2011年革命前 是一个异议人士 他曾经一度坚决反对宣誓紧急状态 和实施戒严法 我了解有这个需要 是吧 但我希望只要实施一个星期就好 如果一个月后已经没有理由再实行戒严 我一定出去反对他 知道吧 大家必须要有这种态度才行 卡西姆说 能够了解目前需要做什么 极为重要 但接着还是要推动埃及人 最初想要追求的东西 那好 咱俩